- 当一次不是有介绍过武僧时装吗? 然后就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件武僧时装是独孤求败必客 这边就来详细跟你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件武僧是独孤求败必备的 我们先来讲解独孤求败初始怒气 独孤求败满火初始怒气是100怒气 剩法剑系初始满怒是25怒 三本橙色游龙秘籍是27怒 所以总共是100加25加27等于152怒 至于独孤求败出手10加怒的方式有三个 第一个是划1技能暴击的时候会加25怒 他自身也可以触发 再来专武满6活90%加15的自身怒气 还有击杀人可额外再增加25点怒气 再来我们来列举一些情况 清灵先手的情况 152等于初始加阵法加三幽龙加25点清灵暴击等于174 第一次出手等于9件 174扣90加25加15等于124 第二次出手等于18件 等于124扣90加25加15等于74 18件期间只要随便杀一个人就可以加25的怒气 所以最终气势加25等于99怒 达成90怒触发27件 状况2清灵先手加队友顶天的情况下 152等于初始加阵法加三幽龙加25的清灵暴击加25的顶天盾 等于199怒 第一次出手等于9件等于199扣90加25加15等于149怒 第二次出手等于18件 149扣90加25加15等于99怒 第三次出手27件 99扣90加25加15等于49怒 搭配上顶天不需要急杀人即可完成27件 状况3独孤先手搭配顶天 152初始加阵法加三幽龙加25的顶天盾等于174 第一次出手等于9件 174扣90加25加15等于124 第二次出手等于18件 124扣90加25加15等于74 18件期间只要随便杀一人就加25怒 74加25等于99怒 达成90怒触发27件 跟单放清灵子是同样的意思 状况4独孤先手 152初始加阵法加三幽龙 第一次出手等于9件 152扣90加25加15等于102 第二次出手等于18件 102扣90加25加15等于52 如果要27件必须每回合至少杀一人 但至少18件是几乎必出的 状况5龙女扣怒加清灵先手 152初始加阵法加三幽龙加25的清灵暴击 186 第一次出手等于9件 139扣90加25加15等于89 除非9件的情况下 杀人不然无法出下次的18件 这还是清灵先帮独孤加25怒的情况 龙女对于18件还是存在一定的克制效果 状况6 独孤三红游龙加清灵先手 161初始加阵法加三游龙加25的清灵暴击 等于186 第一次出手等于9件 186扣90加25加15等于136 第二次出手18件 136扣90加25加15等于86 18件 18件期间只要随便杀一人怒气加25 86加25等于111怒 达成90怒触发27件 状况7 独孤三红游龙自己出手 161初始加阵法加三游龙 第一次出手等于9件 161扣90加25加15等于111怒 第二次出手18件 111扣90加25加15等于61 自己出手基本保底18件 但是要斩出27件 需要每回合都杀至少一个人 状况8 完美剧本1号 清灵加顶天 161初始加阵法加三游龙 加25的清灵暴击 加25的顶天盾 等于200怒满 第一次出手等于9件 200扣90加25加15等于150怒 第二次出手等于18件 150扣90加25加15等于100怒 第三次出手等于27件 100扣90加25加15等于50怒 基本上出手前200怒不靠杀人 就稳定27件 状况9 终极完美剧本 清灵加顶天加每回合杀人 161初始加阵法加三游龙 加25的清灵暴击 加25的顶天盾等于200满怒 第一次出手等于9件 200扣90加25加15加25等于175怒 第二次出手等于18件 175扣90加25加15加25等于150怒 第三次出手等于27件 150扣90加25加15加25等于125怒 第四次出手等于36件 125扣90加25加15加25等于100怒 第五次出手等于45件 100扣90加25加15等于50怒 为何没急杀加入了呢 敌人才5个啊 没有人杀了啦 这是最完美的剧本啊 独孤一次出手45件谁受得了啊 基本上这件实装效果 只要你是玩独孤求败的 基本上是必客无误啦 上剧杀人两相宜 不过前提是对方没有小龙女的情况 小龙女对于独孤18件以上 还是存在一定的克制啊 但是如果你是六脉的剑队 嗯... 准备好你的信用卡吧 这件实装是你必须要克必须要喷钱的啊 以上就是个人对于5升加独孤求败的个人看法 不过这都是只让谈兵 实际上还是要以实战为准啊 毕竟... 战场情况白白总啊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copy的 那这个情况还是可以这样推断啦 不过六脉以前的剑队 还是一样老问题啦 速度 你速度输 基本上就是很难出计啦 多一件实装 多一件保障 但是投资有风险 要不要投资就看自己啦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 我是小春 咱们下次见 拜拜